我想要介紹的是一個叫Kiola網站 那我把它拿來做台灣政治人物的一個評論網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原本的一個危機網站 然後這邊是一個例子 它是在講墮胎合法話 那這個網站功能做我覺得還蠻好的 從最上面呢是一個論題 就墮胎是否合否 它應該對人 人應該有合法的權利去墮胎 然後你看到綠色的這些都是支持的論點 然後紅的是反面的論點 又是這些prose and count 然後每個論點在底下還有它的指論點可以去看 然後它也有一些功能 它可以進一步去做討論 不去做討論 進一步投票 然後標記重複的論點 然後你可以標註這個論點可能不合法 它可能具有攻擊性之類的 對 這是一個蠻有趣的網站 看稍微 另外一個例子 它在講說誰應該是美國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 底下他在學來選 我覺得這一條就跟我們蠻相關的 對 所以它功能看得蠻好 原本其實想要做一個像是台灣政治人物紀錄 或者是一個比聯助討論 等等一些施政評級或新聞評級之類的東西 然後看一下我編的 然後為了正反方都有人編輯 這個編的一些就是它的政績之類的 長時間努力編輯的政績 對 然後一些 可能覺得它做得不好的地方 一些地址 然後 這網站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每個論點 它都要去補充你的連結 所以你每個論點 它其實主要都是有一個連結 然後去支持你的論點 然後當那個連結來源最好是好一點 雖然我們目前大多分是以新聞廣站做資料來源 等等 那我就想像這樣 這樣大家可以一起編輯 然後就提出更多 支持它跟反對它的一些論點 那像我自己比較像 我就覺得 韓國瑜跟其他的政治人物 差別是蠻多 OK 所以我是希望 這個地方就是讓大家可以有 根據有系統的討論 然後並且事實上 事實都會被記錄下來 因為大家假如在媒體上討論的話 大家可能 幹條的很爽 討論的很爽 那自己當時也覺得 那道理不對的 有根據有系統的 但那些東西都沒有辦法 事後被記錄下來 事後都不太容易查詢得到 對 但透過這網站的話就可以 對 然後我還不需要寫code 然後 它有些需要加強的地方 在於就是它可能 其實沒有像 臉書的討論串這種 來得吸引人 因為在上面 大家可以很自由地講幹話 然後我覺得這是很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 它本身有它的討論串 但是可能 意外上讓大家更方便去留言 可能針對一些正式的論點去做一些留言 讓它可能會更好一點 會增加它 會增加它 另外它現在沒有中文化的介面 雖然它可以使用中文來做討論的問題 但是它 我寄信過去他們講說 大概一年之後 才有一個中文化的計畫 那說明大家有這個專長的話 說明也可以主動提供他們 讓他們這個中文化的計畫 早點進行 那我希望 有更多人來參加一起編輯 然後希望大家覺得好用 或有趣的話可以跟大家編輯 然後找到它吸引人的點 然後收聽有一些標題的編輯原則 我們要再慢慢制定 然後希望大家回饋說好不好用 然後可以幫這個命跟名 那底下就是一些相關的專案 我覺得有點相關的 大概是這樣 謝謝